参考消息网10月1日报道 韩媒称 据韩国冀州道政府28日消息 下月1-31日将进行联动街道路名征集活动 曾因大批附韩中国游客被改名的冀州保健录 时隔6年将再度改名唤性 韩国亚洲经济网站9月30日发表题为 曾因中国游客改名的冀州保健录 现因萨德再度改名唤性的报道称 位于冀州市的保健录又名联动不紧接 原名迎南路长448米 2011年韩中建交20周年之时 中国保健集团组成了万人旅游团 分批前往首尔汉冀州旅游 于是韩国旅游发展局决定把冀州商业中心的这条路改名为保健路 以此来纪念两国有益 报道称随后的几年间街道两侧商店和餐厅都充满中国元素 吸引游客前来消费成为中国游客到七周的必经之地 但自从今年三月后中国游客锐检 保健录风光不在 截至目前前往几周到旅游的中国游客同比锐检70% 以中国游客为主要客源的保健录商家销售业积极转值下 更有的不堪重负选择听业 对此 冀州到政府相关人士表示 最近一段时间收到众多更改保健录名称的意见 因此将于下月起正式进行街道录名征集活动 在经过层层筛选后 新道录名称有望明年正式启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